大家好,又是Goby 新年了,不知道大家已經上班了嗎? 我希望大家都拿了兩天假期 因為難得有長假期 希望大家新年上班每個人都精神逆逆 說到每天早上都精神逆逆 更加重要的是當晚大家睡得好不好 我也曾經試過有很嚴重的失眠問題 我有一陣子真的睡得十分差 因為是一些壓力 有很多事情想 想不通或者自己有點心結 令到我晚上睡覺 其實我的腦子還在不停地轉 其實我的腦子是沒有識過 還在想其他事情 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家 我起床好像沒有睡過 基本上真的沒有睡過 平常是在床上滾來滾去 滾到差不多要三四點 我才可以隱約睡一個多個小時 然後我又會再醒 所以基本上人是沒有什麼休息的 以至各方面都很差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人一天佔了三分之一的時間 是拿來睡覺的 所以沒有了這一部分的休息 其實我們的人體是很難自己調整的 所以睡覺是對大家都十分之重要的 作為一個香港人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多或少 你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睡眠困擾 無論大家像我這樣 真的很多事情想 想到我自己都吃不到機 又或者大家是睡得很淺 可能另一半轉身 又或者是有一點點聲 你都會突然紮醒的 這些都算是一些比較淺麵的狀態 因為你其實如果去到一個心碎的程度 其實你是沒有那麼容易醒的 還有我們要去到心碎的狀態 其實我們的人體才真正有一個充分的休息 讓我們不同的機能去回復 做夢很多 又或者很容易醒 這些都是一些失眠的症狀 我們今天的精油生活小教室 就會跟大家分享 怎樣可以令大家的睡眠過程更加暢順呢 跟大家說一下 有一類型的精油分子 是對於我們放鬆坐眠 來調節腐膠感神經 有一個十分之好的功效 就是支類的精油分子 介紹一些支類精油分子 特別高的精油 讓大家可以安睡入眠 首先介紹羅馬楊金谷 羅馬楊金谷這支精油 其實有超過七成 挨近八成全部都是支類的成分 它有一個熟透的蘋果香味 另外高支類成分的精油 就會有快樂鼠味草 我個人來說很喜歡的一支精油 它是有一個偏向似葉 茶的香氣 它是一個很放鬆舒緩的精油 而第三支就是苦橙葉 苦橙葉有六成都是支類的精油分子 苦橙葉本身就是苦橙樹的葉片 去蒸流出來的 它有一個很香的類似橙花的香味 但是不是橙花 橙花就因為價錢實在太高昂了 所以它會有些少少橙花的香氣 但是它後段會有少少苦澀味 這個香氣是很舒緩的 對於大家的精神壓力 都有一個很好的舒緩幫助 而我自己也是十分之喜歡它 另外第四支 就是耳熟能場的薰衣草 薰衣草有差不多近四成的支類成分 而薰衣草也是一個基本上 每一個精油的化學分子都很平衡的精油 有很多人都會用它來做放鬆撞綿的療程 而最後一支就是佛手甘 佛手甘有大概三成的支類分子 而薰衣草本身是處取至果皮 它有一個很芳香甜美的味道 是偏果實味但是有少許花掉的 是一個很喜悅兼且帶花香的味道 是一個很特別的雲香科植物 我在這裡都分享兩個配方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薰衣草 羅馬羊金谷 再加甜橙的香味 這個香味是十分之適合一家大小 因為甜橙其實每個人都基本上是不會討厭的 而薰衣草和羅馬羊金谷 這兩支就是一個支類成分很高的精油 兩支配合之下 你是會有一個很安穩甜美的香氣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偏向草木味比較多 真的像森林調的一個放鬆的感覺為主 就會用這個苦橙葉加上黑雲纏和絲鉑 這個是比較中性的一個味道 我希望兩者大家都會感受到他們的 強大的安神舒眠的力量 可以怎樣使用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大家家裡有礦香機的話 即噴水模的礦香機 大家可以每次放大約五至六滴的精油 把握在你臨睡前三十分鐘 就好開定大家的礦香機 等整個房間 又或者是你睡覺的地方都充滿著這些精油分子 等你在就快睡覺的時候 來到一個充滿這些精油香氣的氛圍 讓你的大腦直接吸收到這些很微細的精油分子 透過我們的鼻腔去到鼻黏膜 去到邊緣系統去到我們大腦 這個氛圍的營造就給大家一個比較充裕的時間 大概我想十至十五分鐘 應該就會覺得比較放鬆 還有可以有一個比較接觸的效果 可以慢慢進入夢鄉 如果大家家裡是沒有礦香機 那大家其實可以用礦香石去代替 因為我第一條影片已經教過大家 如何去正確使用礦香石 如果不是大家沒有礦香機 又沒有礦香石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簡簡單單 拿一張紙巾 把我剛才的配方每樣角 一滴滴滴在這張紙巾上面 就放在你的枕頭旁邊 一樣可以揮發到你的香氣 讓你可以安然入眠的 如果大家不想煩 不想自己混合來混合去的話 我也有一系列的寧靜配方 有一支的複方 有一支的除行筆 還有一個按摩油給大家 它們的濃度都不一樣 但有兩款是可以碰皮膚 一款是用來抗香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去看看它們 我今天介紹的五石之類成分特別高的精油 就到這裡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亦希望新一年 大家都晚晚好眠 朝朝精神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看過的話記得給個like 留言留言 那個心心 又或者把這條影片 分享給你覺得有需要的朋友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 愉快安全的週末假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接著 r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